欢迎您收听由懒人听书原创为您录制的有声小说《王牌进化》 作者 玄土 本集播音 无天 魅影 第429集 方林身上七家社的淡淡影像再闪 方林重重的一拳打在了活死人的肚子上 那沉闷的响声 单是旁人听了 胃部都会产生一种难以控制的痉软 活死人当然不会有痛苦 但是行动必然也出现了停滞 而方林这时候大叫了一声 他已经迅速的悬身握紧的右拳笔直的击了出去 在拳头触及到敌人的刹那 甚至时间仿佛都出现了短暂的停顿 看起来仿佛是敌人被吸引到了拳头上去一般 接着里面蕴藏的拳劲 这才彻底一个爆发了出来 将这活死人生生打飞了出去 咚的一声撞在了后面的一抹云山树上 云山的树枝一阵的颤抖 正要缓缓滑下的时候 体内才似乎引发了一枚定时炸弹似的 轰然间爆成了满天的血肉粉末 当您打出的攻击腹部的第一拳 是七家舍的绝技 喷气反击 接着打出的第二拳 却是后续的二段攻击 喷气反击钢 第一拳中隐符的威力 第二拳在喷气反击钢当中 彻底的爆发了出来 这名活死人阿里夫少校一死 那些将死的干尸矿工们呢 便顿时失去了主心骨刺的四散的奔逃了 便仅仅呢 他们只能凭借本能相使 而林英秀的压力顿时大减 立即加快了屠杀的速度 只是还未杀完这些干尸矿工的时候 空气里面忽然间传来了一声 十分低沉 诡异的长长的嘶鸣声 那一声音呢 虽然还隔得极远 似乎像是从山腹当中 隐隐约约传过来的 但是不知道怎的 每个人的心都都想起了一种战力而悲伤的共鸣了 脑海里啊 都浮现出了一头羊鼻长丝的庞然巨像的形象 那一声淒厉的嘶鸣很快就消失了 只是余韵呢 依然在方林异行人的心中回荡着 久久不曾消失 黑河上苍茫的远山 白雪 矮矮 分外的有一种极端的凄凉与沧桑 方林的那一技喷气反击 刚乃是七家社的拳法巅峰之作 活死人阿里夫少校中了这一技之后 是从内到外爆炸了 连一块大点的碎片都找不着了 除外掉落的钥匙之外 他脖子上悬挂的名牌已经是叮叮当当飞舞着 在空中划出了一条弧线掉落在了鸡血之上 在上面砸出了一个小小的黑洞 鸡血呢就向外面翻卷着 一根粗壮的手指领小的将这名牌撵了起来 为了防止上面可能附带着尸毒 手指上还包了一层保纸 老胡做事啊 细密之处可见一斑了 但拿起来匆匆一揽 皱着眉头说道 这家伙不是装甲车上死掉的军官 而应该是叛军派过来搜寻 嘎玛精体的空降兵 当您对于士兵名牌呢 还不是很了解 老胡呢便指着这名牌啊 对他进行了详细的解说了 具体啊 如下 士兵名牌的第一行是姓 第二行呢 名及缩写 第三行是服役号和社保号 血型 以及RA因子 第四行呢 是USNC或者是UMSNCR 以及防毒面具尺寸 第五行呢 是宗教信仰的使用全称 好 这服役号是以RC为开头的 军队就从这里啊 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出来 RC呢乃是空降兵的编制 而坠崖的装甲车 显然是装甲兵 方林向着空中喝了口气 看着这阴阴白雾 鸟鸟在空中飘散 他沉思着说道 这么说来 这些被变成了火死人的 魔雷等叛军 相当于 是比较高级的存在了 他们至少能够驾驭使用这些矿工干事 先前的这个阿里辅 从军服上来看 应该是一名文职人员 可是他的力量敏捷 都得到了大幅度的增强 若我是叛军指挥官的话 空投下来的搜寻小队的人 不会太多 但也不会太少 至少应该在15到20人之间 也就是说 我们至少要面对同等数目的敌人 或止 林音秀忽然间出声说道 撞甲车里面至少有五个人 这五个人死亡以后 接触到干嘛矿石的时间绝对不短 从正常情况下来说 被辐射得越久的话 那么实力就应该越强悍 所以那装甲车里面的五名军官 也应该是我们要重点关注的对象 被辐射以后的 个体实力的提升应该不是无限制 根据我的感觉 增强的幅度也是有限的 能够增加多少 是取决于个体的素质 这就像是一个桶 城水再多 也不能蔓延出桶的边缘去 就像是先前被杀打利夫 应该是偏重于精神力 所以他能够十分有效地指挥僵尸 让他们有条不紊地涌现出来 方林微笑地说道 老四,有什么说的吗 有话就讲出来 老四,虽然此时已经在现实世界里面 是贵为国王了 每天是迎来送往 十分的疯狂 但是,说起来是相当奇特呀 他登基的目的呢 却仅仅是因为深爱的女友被杀的部分 不想让他失望而已 来到了梦魇世界当中呢 他的本性却是喜欢沉默 低调 平静 给人的感觉就是十分的坚韧 因此 方林才点名呢 要他主动说话 我觉得 这些矿工似乎在我们之前已经战斗过 有不少已经受伤了 方林微微地皱眉 老四刚刚从残酷的王位争夺战当中经历了出来 对于战争的把握力度很是敏锐 而且他乃是若中流砥柱一般的迟钝冲在了最前方 可以说观察的也是相当的仔细 在这密集的真夜林里面穿行 本来就并不轻松 何况这地面上还有厚厚的积雪覆盖着 因此 哪怕对于强力的轮回者来说 这也实在是一件相当费力的事 接下来虽然没有再次遭遇到袭击 但是那处在上面有着大量矿洞的雪山 看似是近在咫尺 但走起来还是逐实的费劲 即使到了天黑 距离雪山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不过 翻过了一座山以后 下方却出现了一座市镇 这市镇看起来防舍众多 不过 却充满了死忌的感觉 在江黑而未黑的夜色里面 就像是模糊的废墟一般 给人以死气沉沉的印象 若是一定要用贴切的话来讲 那感觉 就像是坟墓 众人望向了方林 看起来是由他进行决断 方林想了一想后 直接说道 进 在这阳寒的天气下面 可是在外面过一夜 无疑是能够将人冻僵的 这个市镇里面 虽然很可能也有潜伏的僵尸 但是我们总可以找到一处地下室 来好好地休息的 小副 远远跟随着大队的萎缩妇呢 跑了过来 殷切地说道 主人 什么事 你走在前面 这里的环境 太过于诡异了 我也不能够保证我的精神力探测 就一定能够完全有效 你从爱慕生那里学来的 微型波动球的威力虽然小 但是却可以破除敌人的隐身状态 有极大的可能 寻觅到暗中躲藏的敌人 你走在前面的话 更能够有效地扩大了搜索的半径 方明是微笑着说道 而萎缩妇的小脸 一下子就扭曲了 主 主人 我认 我还没说完呢 又不是你一个人走在前面 老四来保护你 小夫还是一个愁眉苦脸的模样 林英秀呢 却忽然间似笑非笑地出声道 我给你老婆买衣服的时候 可是花了五万积分呢 我一座妇张大了嘴 惨叫了一声说道 哪有五万呢 明明是一千积分好不好 好吧 我走 老胡知道伟作夫胆小怕死 现在虽然是赶牙子上架吧 十分勉强地答应了 但是看他那战战兢兢的模样 就知道他这心里也是恐惧着 于是他也暗自好笑之余呢 拍了拍小傅的肩膀 站到了他的身边来安稳他的心思 而老刺则是迟钝站立在了伟作夫的前方 严密地将之保护了起来 伟作夫到此心中烧定 在前方是小心翼翼地走着 而他的身边就出现了一团乒乓球大小的白色光团 若卫星一般的反复地旋转着 进入到小镇十余米之后啊 那个白色光团忽然间对准旁边一处废墟 飞了过去 啪的一声打在了一块木梁上 将这积雪打的是四散飞剑 伟作夫一看到这儿 立即尖叫了一声 把腿就跑 立即转身地跑向了方严的背后 而心猿这时候已经是一缩子子弹打过去 密集的子弹声响了起来 一只雪雕啊 就被这密集的子弹给击飞了起来 在空中喷剑着污血后 被淡雨人员打出七八米之后 才滚落在地停了下来 这浑身上下 此时已经似个筛子一般了 温热的鲜血在雪地上面是涓涓融化着 一干人都翻着白眼看着这萎缩妇 显然是被他这应有的行为搞得是又好气又好笑啊 而方严这时候就在旁边沉声说了一句 小心 因为这方严注意到那只雪雕的獠牙竟然是突出了唇外 而且身体内部流淌出来的血液赫然是紫黑色的 凝聚成了块状了 而且方严也隐隐约约的感觉到这山峰周围似乎有着非常强烈的磁场 以至于自己的精神力探测的范围大幅度降低了 对周围环境的扫描呢 只能够探测个大概的情况 不能够做到那种啊 细致入微 比方说吧 在二十余米外墙壁后面有一个东西 方严是知道 错不了 肯定有东西 但是具体这东西是石头 是人 还是炸弹呢 那就得必须用肉眼去确定 老四猛然间抢在了队伍的最前面 雪花飞剑剑 一具打扮的是小镇居民的尸体 就从雪地里面蹭了一下子跃出来 他的皮肤呈现出了暗褐色 而因为缺水的缘故 这皱巴巴的十分的难看 老胡双手举过头顶 砰的一声 重击在地面上 无形的冲击波吹击而出 将地面的雪尘吹击的 若暴风雨一般卷扬着 然后是弓身冲了出去 但是那具活尸 在失去平衡跌倒以前 忽然间张嘴一撑 呱的一声 喷出了一大口 黄绿色的液体飞射过来 老胡的心中一领 埋头已经将自己的盾拍 银色剧情装备 恶魔壁垒 格挡在身前 但是整个人此时还是 不退反击 硬挡着 吼出了他的飞鸡锤 黄绿色的恶心 液体啪啦一声 拖在了盾牌上 冒出了一阵难闻的 白色烟雾 飞鸡锤呢 则是重重地 敲在了那名活尸的头部 腐臭的气息 是飘逸而出 脑将死 老胡这时候啊 却是脸上的肌肉 一致的抽搐 那活尸喷吐出来的液体 不仅将自己的盾牌 腐蚀了一个斑驳呀 还有几点 溅到了自己的鞋子上面 迅速的就腐蚀了下去 那感觉也刺骨的疼啊 怒吼了一声 暗筋的飞鸡锤子 再次击出 将活尸的胸膛 打得是凹陷了下去 将其喷射出来的 第二口液体啊 顿时是无力的呕了出来 翻滚抽出来一下 不动 方琳呢 走到了老胡的身前 左手燃起了炙热的蓝叶 向着老胡的脚上按上去 这火光呢 是一闪即灭 老胡这鞋子瞬间起火了 但脚上被腐蚀的地方 也被火焰给包裹着 烧干了毒液 烧死了坏机 虽然吧 还是火辣辣的疼 但是比先前那种 被毒液沾染到以后 不停的若活物那样扭曲了 朝身体里面钻的疼痛啊 是感觉好多了 在遇上了第一头 喷毒活尸之后 方琳等人呢 便有所准备了 他们清理的速度开始变快 将整个小镇子大概走完了一般 仅仅就花费了半个小时的时间 因为在这儿遇到了第一只喷毒的活尸以后 方琳迅速的发现 他们这毒液有一特大的弱点 那就是对金属的成分特别易感 但是对于木材啊 砖石等物品显得就不那么容易的腐蚀了 所以针对这一点呢 众人就在小镇里面随便找了一些门板 来做了一个简易的盾牌 十分有效的防范住了这些 看样子是本地居民变化成的活尸的攻击了 这些家伙的毒液虽然强烈 不过自身的防御力不高 因此进行了针对性的防御之后 屠杀起来并不困难 林音秀的银色长斧 在渐渐暗淡的夜色里 花出了一道细长的银色弧线 方琳已经发觉了 得到了修罗之心以后 他呀不知不觉间在运势这把巨星长斧的时候 已经由先前的打开大合 转换的是细腻了起来 最明显的就是斧头猛斩变成了销和割了 就连刚猛的斧背的劈砸也变成了死刀鞘那样的割挡了 如果说呀 先前林音秀的空斧还有那么几分狂猛散乱 没有条理像是一野鹿子 就像是黑帮斗殴的时候提着砍刀是一阵的烂砍呢 但是现在他这出府当中已经变得是有条不稳的系统化了起来 就仿佛是暗中的一位剑道高手 正在寻寻善幼指点他的出招方式 而林音秀呢也是在仔细认真的聆听他的教诲 不过其实这也是相当正常的 梦眼空间灌鼠给你的技能呢 是由人来施展的 这就好比啊 世界有世界的主线 实强者称号的技能有称号技能的法则 若是你不遵守世界的主线 忽视了称号的法则 那么不说一事无成吧 也必定是事半功倍 同样呢 技能也是如此 胡华豪若不是在现实当中就精通了秦拿格斗 那么即使学会了干枯大地天地反 蓝之山这种技能 也发挥不出技能百分之百的威力出来 因为攻击伤害都有一个浮动的上限 像老胡出手的话 几乎每次都能发挥出最大上限出来 若是换了旁人 那么相对来说就比较困难 林银秀学习的天霸风神斩也是同样的道理 并且这个技能可以说是世魂世界当中 与巫女纳格露露的流风之舞所并称的最强隐藏招数 这可是标准无比的双SG技能 若是这个技能释放者不能理解招式本身的含义 采用了普通技能那样填鸭式的灌输给轮回者 说不定还会画虎不成反力犬 耗费了巨大的积分代价 这技能还反而放不出来 到时候可能放技能的时候还得遭到反驰呢 这都不好啊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集